平东一间便当业者日前接到大单 一名自称海军陆战队的理班长 要订180个单价130的便当 还一口气订了两天的午晚餐 业者总动员准备 但是到了取餐时间却等不到人 回拨才发现是空号 惊绝被恶意弃单 而同行有人接到电话 觉得很奇怪 没有上当 还反被呛要炸电 便当店产现作业 包好后准备出餐 不能让客人饿肚子 但热腾腾便当做好 好几大栏便当放到粮都等不到 订购人来拿 店家说前两天对方打来 要订180个单价130元的双拼便当 自称海军陆战队的理班长 还联定两天午晚餐 但第一天中午就搞失联 那些便当怎么办 我们就倒掉 都已经过午餐的时间了 最少有两万多块 公公 我觉得这个是诈骗的 因为我们在这边 公公海军陆战队没有四日期许 它有什么用途我也不知道 屏东在地也有另外一家业者 接到一模一样电话 老板没上当 对方没骗成功进恼羞成怒 呛要来炸电 公公要把我们炸电 政府也才会派出所报 先前宜兰也有类似情节 订购人都是自称海军陆战队 订餐后气单 恶作剧让店家白忙一场 跟破坏信赖感 屏东被害店家为了自保 未来也将预售定金 记者苏世伟 屏东报导 都被淋回 打赏感 感谢观看